在菲律賓遭受威力強大的颱風海現侵襲10天後 國際救援人員開始抵達菲律賓中部的偏遠地區 美軍直升機星期一向奈特島和其他偏遠地區的村民運送食物、水和其他物資 美國救援行動到現在為止已發放11噸救援物資 空運8,000多名生還者到安全地點 美國國防部說1,200名美軍士兵正在菲律賓地面鎮災 美國喬治華盛頓號航空母艦是直升機救援行動的一個中心 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辦公室說 國際救援人員為前往災區救助更多人付出巨大的努力 聯合國的救助機構說由於基礎設施破壞、缺電、通訊受阻、道路不通等問題 都影響救援行動的進度 世界通關於基礎設施破壞、雲来選擇 沒有世界有限度 超大的懸崩潰地展開 進度 在山上